爱钱 苛刻员工 大桶董作就像谢老板 大桶长鸡食品 是由61岁的高震丽一手创立 她23岁退伍 嫌饲料粉尘太重 不愿接手家族企业 于是转站台中 创立大桶游航 打着纯正的花生油起家 以中低价路线成为家喻户晓品牌 也迅速累积财富 婚后育有三女一男 一家六口掌控公司所有金流物流 完全不假手外人 据离职员工说 高整理爱钱 爱计较 贪小便宜又可可员工 就像是卡通海绵宝宝里的谢老板 要求员工加班又不给足加班费 有人工作108天没休假 高老板平日也以厂为家 日以继夜工作拼命赚钱 周末才回台中豪宅 每位家人都有一辆百万名车 而且迷信幸运车牌能大发 六辆车都花钱买55连号的车牌 传闻他曾被黑道勒索或绑架 从此很低调 不喜欢大家叫他高懂 要大家叫他高总 但是用假油大赚黑心裁 再低调也无法掩盖 高整理40年来一手打造的大统招牌 总将毁于一旦 动新闻综合报导